回到新现场看到在台中这位陈信男子他骑机车停的红灯的时候 因为超出了停车线 所以就被路过的远警看到蓝下来盘查 远警发现他脸红而且还散发酒气 一侧果然是有酒精反应的 这位男子说他前一晚喝了一杯半的高粱 但是他决定据册 最后宁愿被罚18万元被扣车牌两年 原来因为这已经是他第四度酒驾 而且还被抓到这一次是物招驾驶 旋轮远警发现的红灯机车越现了一回头闻到有酒味 到苏婆喝水酒了 你又卡了 这招没喝的 逼逼逼检测到有酒精这样不对 骑士有喝酒得下车到一边来 这张另外一杯半的高粱 诚信骑士漱口完不死心 在正式酒测前还想再挣扎一次 再吹一次那就好不好 骑士说只喝了一杯半的高粱 不过隔了一晚还没退酒 但他怕超标也不敢酒测 因为这是他第四次酒驾 就第四次了 我告诉你 拒车 没关系你要拒车你等一下 我先跟你讲 那拒车就是18万 拒绝酒测先罚18万 掉口车牌两年 而且还被警方抓到 他没有驾照 这个男子已经有三次的酒驾记录 那这一次呢 再测的话 孔可能会有超标 会有受牢狱之灾 因此向警方来表示拒责 抓骑士的失信原警 今年也才刚过完两个月 就已经抓到13件酒驾 被称为是酒驾杀手 诚信骑士遇上他 最终下场是得付出18万的代价 记者综合报导